你覺得這些箱子看起來眼熟嗎? 沒錯 如果呢 你有在Amazon上面消費的話 你就會收到像這樣子的箱子 你有沒有想過 每一天在Amazon上面 所成交的銷售量是多少呢? 每天大概有13億筆的銷售 不是13萬是13億喔 你沒聽錯 那你有沒有想過 像Amazon上面這些產品是從哪裡來的呢? 並不是Amazon他們本人自己去Manufacture 就是自己生產的 而是來自於像我們這樣一般人的網路賣家 如果你沒有參加到我上個月 月底的直播教學 直播電商網派教學 那你就一定要來參加下禮拜的 網路電商直播教學 在這個電商直播教學裡面 我會教你我是怎麼樣選品 才可以在網路上面脫穎而出 我還會告訴你 從1到12月 每個月你要怎麼樣去錯銷你的產品 所以呢 如果你錯過了上個月的這個直播教學 你就一定要來參加下個禮拜的直播教學 那這個直播教學呢 不會有任何的重播 跟我想的一樣 這個直播視訊教學有限人數 限100名 如果你是超過100名以後才進來的話 將會沒有辦法 呃...收看我們的直播教學 所以如果你是認真的想要 研究如何做電商網拍 然後如何達到這個經濟以及時間自由的話 你就一定要來喬出時間來參加我 下個禮拜的電商直播教學 我將會呢 在這個電商直播教學裡面放入 最新2019年最新的一切的電商策略 好嗎 所以 呃...這個影片的上方或下方會有連接 按下這個連接 你就可以來報名我下禮拜的電商直播教學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掰掰 掰掰